去杠杆把握这两个关键点就够了 在我国近两年的大小会议上 经常听到的一件事就是去杠杆 那可能就有人说了 想要去杠杆那就去吧 有什么难的 大家都自己用自己的钱 谁都别跟谁见不就行了 嘿 真别说 如果您这样认为的话 那误会可就到了 为啥呢 因为如果这样简单粗暴地把杠杆去掉 那对整个社会来说 简直是要回归到自己自足的原始农耕社会的节奏 经济不会发展 反而还会倒退 这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去杠杆不是说就再不要杠杆了 而是要让杠杆能够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当然了 要想让杠杆发挥积极作用 我们还是要掌握一些关键的原则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扬 在中国经济大奖堂中讲大 既然还是要用杠杆 那么到底里面有些什么的关键点需要我们把握呢 两个点 一个就是要确保你的债务是用于生产的 那么第二就是说你的现金流如何 专家说的这两个关键点 我们该怎么理解呢 来 咱们一个个来分析 第一点 确保债务用于生产 如今我们的金融体系越来越发达 对于借款方来说 想要借钱当然可以 但问题在于你借的钱要用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你借钱用来赌博 这肯定你直接就被pass掉 那你说我借钱用在正规渠道上 去生产 去搞高科技 生产出来的东西还能产生更大的利润 最后这借来的钱不仅能按时按点还上 而且自己还能赚上一大笔 这样的杠杆 国家当然要鼓励和支持 第二点 现金流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借钱主要是用于投资 不过投资过程一般都要经历很长时间 这时候你就要保证你的财务操作 要不断地有现金流产生 而且现金流的额度 还得跟你的还款需求相匹配才行 为啥说现金流是我们要把握的关键点呢 举个很小的例子 你就知道了 这两年 个别企业出现了资金链断链 导致了破产 那从金融的角度来看 它不一定是真的没钱 而是在那个时间 那个地方 它没有 或许换个时间地点 它就又有了 无奈是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现金流没了 企业就无法正常运转 等来的只能是破产倒闭 所以保证现金流的持续造写功能是非常有必要的 针对目前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洋也提醒企业要注意 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阶段 如果说前一个阶段 企业主要追求高利润的话 今后中国的企业主要是要追求稳定的现金流 也就是说高利润时代基本上一切不复返 这个就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变化 把握好了去杠杆这两个关键点 并且坚持下去 去杠杆挤泡沫后的中国经济 就能释放出更大的活力 我们的经济也会更加健康 央视财经威奖堂 带你描动中国经济 你 是